大家好,我是秀康 那這一次第五人格跟女神異文錄5的連動呢 可能有些角色他的動作會讓人覺得尷尬 其實呢,很多動作他都是忠實呈現原作喔 我們首先來看第一位角色 羽公蓮 他在女神異文錄5裡面的覺醒動畫 喔 羽光蓮 在遊戲裡面其實是沒有名字的喔 羽光蓮這個名字是動畫版的名字 他在遊戲裡面的代號呢 是Joker 另外呢他也是 遊戲裡的怪盜團團長喔 在這個遊戲裡面 在第五人格裡面呢 大家可以看到他背後有一個 那個是所謂的人格面具 Persona 他是女神一文錄系列的一個特別的設定喔 背後的那個 角色的原型是法國的怪盜 亞森羅平喔 另外呢主角大家如果仔細看他的 左胸前的徽章 以及他領子上的這個雙箭頭 其實都是女神一文錄5裡面 秀進學員的校徽以及象徵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下一位是我們的版本龍師 讓我們先看一下他的影片吧 我需要哪是這樣的 警告有的 我可以讓你放棄 - 搖滾了,Captain Kidd! 版本龍斯他的代號是Scout,骷髏頭的意思 也就是他臉上的面具 那他的人格面具Persona是大海盜基德船長 前面我們不是說他的代號是Scout嗎? 可能也代指什麼 就是海盜基上的骷髏頭 可能也有這樣的意思在內 那他在遊戲裡面呢 就是跟前鋒蠻像的 就是他是一個頭腦簡單 四肢發達的不良少年 然後他的武器就是棍棒 這個怎麼拿著一個棍棒在那邊衝撞 其實就是因為他在女神義文路5裡面呢 他的角色設定的武器就是一個棍棒這樣子 而且有一個跟前鋒還蠻像的設定 就是在女神義文路5 就是所有的主角群裡面呢 他的物理攻擊力是最高的 可是命中率非常低 啊!就是跟我打排位的時候 遇到的情風很像 在女神義文路5的遊戲裡面呢 版本龍斯他是被陷害 導致說他的腿受傷 讓他再也無法去參加任何的田徑比賽 好啦!我們插播一個摩爾加納 他是這一次出的隨眾 他不是角色 那我個人覺得其實蠻可惜的 因為摩爾加納在女神義文路5裡面呢 其實他也是主角群之一 而且是最重要的角色之一 那摩爾加納他的代號呢 是Mona 這個代號好像有點懶惰 因為叫摩爾加納 所以叫Mona這樣子嗎? 別人是穿長筒 結果他是在抽雪茄 這個好像有點悠哉 好了!在下一位呢 是我們這一次 其實人氣也蠻高的一個角色 就是喜多川幼介 讓我們先看一下他出場的這個樣子喔 來吧! 來吧! 你可以很明顯的注意到 喜多川幼介他的服裝跟其他角色不一樣喔 其實在第五人格裡面也有寫出來 就是他跟羽公蓮、高眷信還有版本龍師 是就讀不一樣的學校的 所以呢他的服裝跟以上三位呢 就是有很明顯的差別喔 那另外他褲子上的那個東西是鑰匙 他的人格面具呢 就是日本的那個大盜賊 石川五右衛門 那這個喜多川幼介呢 他是個藝術家 他擅長的是畫畫 那他的代號呢 就是跟他的外表一樣喔 就是很明顯 就是Fox 狐狸 他是因為發現自己 授業恩師的醜惡而覺醒了 好啦!最後終於是我們的壓軸 也是這一次出的角色裡面 唯一的女性高眷信登場 那你怎麼回來了 那你怎麼回來了 誰會把恨得來 你很想贏 從開始沒有禁止 你只有一個人 在那裡 你叫做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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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是 你拼了 我可以 我明白 真的 我�니다 我怕不在 我怕那 RICHARD 只是rato 能不能將血 就算 關火 怪物 一心 是 不 Hyland 有 。 我,你也不太好,你不太好,你不太好 那些人 我把所有人都奪,踢踢,你不許,你不許 你全都奪,你不許 你不愿意,你不愿意,你不愿意 你不愿意,你不愿意,你不愿意,你不愿意 我,你不愿意,你不愿意 你不愿意,你不愿意 旁邊就是她的人格面具Persona,就是卡門 卡門的話,大家可以去Google一下 基本上是一個滿自由奔放的女性 那在女神一輪路5裡面呢 基本上高眷性她是 我個人認為是SA女王擔當 不只是因為她的武器是一個鞭子 更是因為她的Persona,卡門的形象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把男人踩在腳底下 哈哈哈哈 那她的代號呢 可能有人會以為是貓女什麼之類的 但其實都不是喔 她的代號是Penser 也就是所謂的豹 一定有人問說,為什麼不是貓女 其實是這樣子 就是在那個女神一輪路的遊戲裡面呢 她中間遊戲進行的過程中 她有一個問題呢 就是要選擇性的代號是什麼 那呢,有一個選項就是貓女 不過呢,性她自己把貓女這個代號給否決掉了 那呢,性她是一個混血兒 她平常是有在兼職模特兒的工作 外表呢,當然就像大家看到的喔 非常的sexy喔 但是呢,跟她的外表相反 她的性格其實是很純真的 那她覺醒的原因是因為好友自殺 她的好友後來有被救回來 還有就是說 見識到變態老師的內心的邪惡 她受到刺激就覺醒喔 除此之外呢 她除了SM擔當之外呢 她還是福利擔當的角色 讓我們看一下下面這段影片 讓大家看一下福利 你但是很厭 public 那也沒要到 你有任何品尖وي嗎 我會喝過han了 我有到了 是不是 後面是嗎 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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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呢 還是要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 連動嘛 就是 連動的話 當然就是希望增加兩邊遊戲的知名度喔 那我個人跟大家講 如果你有PS4的話 我個人是推薦絕對要買 他基本上就是潮到出水的RPG阿 很潮 非常潮 OK 那我們這一部影片就先到這邊吧 那其他的角色呢 就等那個第五人格什麼時候再出第二彈 就是連動第二彈 其他角色出 我們再做下一部影片來介紹說 其他角色一些背景吧 那如果你喜歡的話呢 記得幫我們按讚 並且訂閱我們的頻道 也可以幫我們的影片呢 傳給其他人 讓他們看一下 知道說這個角色的背景是什麼喔 那我們就下一部影片見啦 各位 掰掰囉 掰掰